要用柱,但是是三叉柱,不是五谷柱,三叉柱,日本有,日本密中有三叉柱,日本密中用的都是三叉柱,而且是开口的,不是合起来的,就是合起来的五谷金刚柱,日本用的是分开的五谷金刚柱,那藏密是合起来的,东西是合起来的, 中密是分开的,用三谷金刚柱分开的,你对着它,把三谷金刚柱放在大孔雀明王的坛城,对着三谷金刚柱念孔雀明王咒, 念三个晚上,三个晚上,联系念三个晚上,联系念他三个晚上, 这三谷金刚柱,你拿到那个房子,一放,所谓的鬼怪都跑掉, 所有的鬼怪都跑掉,要念三个晚上,三个晚上, 就是从紫时念到太阳出来的时候,晚上不睡的啊,睡白天啊,睡白天啊,你白天睡觉啊,白天睡,晚上从紫时开始念,念到天亮,一共要念三个晚上,你睡白天,晚上念。 只要三个晚上,只要三个晚上,这个金刚柱就有用了,哪去放在这个人的家里,家里的鬼怪什么通通都跑掉,除鬼怪的方法。 这个除病,刚刚讲病了,我知道很多人有病了,很多很多人有病,这个病啊,真的是难啊,那个来问我事情的,他有皮肤病,多久了?我问他多久了?二十年了? 二十年的皮肤病,什么药都吃过,什么医生都看过了,只要能够皮肤科的,通通都看了,治不好?你试着用这个方法治,念咒六十万遍,六十万遍。 哦,六十万遍,六十万够多了,真的。 用白痰,白痰木,白色的痰香木,白色的痰香木,磨成粉,跟烘蜜,做成药丸子,一粒一粒的药丸子,烘蜜,跟白色的痰香木,做成药丸子,把它黏起来,做成药丸子。 然后摆起来,摆在这个大孔雀明王的坛城面前,对着这些药丸,念六十万遍的孔雀明王座。六十万遍。 念完了,你拿这一粒,这个人病不好,去看皮肤科,擦药,吃药也不好。 你把这个吃下去,再吃药,就有效。 按照孔雀明王经里面所写的,自白一种病,白一种病,也就不只是皮肤病。 任何一种病,任何一种病,但是你如果跟人家收钱,这个药丸子跟说,我这个可以跟你治什么病,那么你给人家收钱。 这样子是违反医思法的,要注意了。 你这个东西是白檀香木加蜂蜜,是可以吃的。 白檀香木本身也有安神的作用了。 也有安神的作用。 蜂蜜是可以吃的。 你弄成丸子,念好了,你自己用,或者送人,送人可以。 你不要给人家拿钱。 拿钱呢,就是违反医思法的。 要注意法律上的问题。 要注意法律下呢,不要吃 relating你的作用。 那 WATT 就会吃那个建立东西,那么 real! 你不看它,jaしょう如何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